哈喽 大家好 你们的魔鬼李佳琪来喽 就像刚刚少刚老师说的 我每次会戴口红 这是真的 今天我来吐槽大会 我也戴了一支口红 但是这一支口红呢 是要现场涂给少刚老师 你们知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的天哪 张老师你都不反抗一下吗 张老师 明明就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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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我凭什么要反抗 人家是带货一哥 被带货一哥图过 我骄傲 这一支色号叫做 沉默少刚502 这一支口红的粘性 特别特别的好 用完以后 肯定可以粘住你的嘴 如果呢 你们身边有像少刚老师 这样的朋友 我跟你们说 买它 好 我直播的时候呢 非常喜欢的Q明星 比如说 这支颜色是欧阳娜娜的颜色 这支颜色我要推荐给刘文 其实这个 我都是跟吴欣学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欣姐每天在家里照镜子 她都会说 这个女孩 我会推荐给陈伟霆 或者杨阳 或者拍微博 都可以啊 这个女孩完全不挑人的哦 娶她 可是 欣姐 遗憾的是 她们挑人啊 吴欣特别喜欢看我的直播 因为我会把 合适的东西 推荐给合适的人 她以前呢 就经常用一些 不合适的口红颜色 她妈妈看到她都会说 Oh my god 你涂这个颜色 好显老哦 这个夕阳红感觉是 小精灵在你嘴巴上跳 广场舞吧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袁永宜 因为她的性格很真实 追起心来 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女生一样 看见李敏昊就会大喊 我的妈呀 韩国老公 据说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过太多了 导致张智霖的耳朵 也不太好使 袁永宜还去问她说 你建议我爱李敏昊吗 张智霖说 那你建议我喜欢 一阳千禧吗 那我去买包咯 不要去 对 但是我也很羡慕 张智霖有袁永宜 都是合体捞金 根本不会单飞 再看看宝石 当初说了做组合 即使火了 宝石也不会单飞 结果 宝石唱野狼disco火了 那首歌单飞了 最后 我要来说说我的同行 梁龙老师 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听说 有一个前辈在模仿我 我觉得 哇哦 好荣幸哦 但是我一点开视频 Oh my god 我造的什么孽呀 让前辈来模仿我 他刚刚还说 点开我的视频 把我吓了一跳 其实我不仅被他吓了一跳 我还想冲进屏幕出去 打他 哎呀 我觉得梁龙老师 要是想要火 可以试试一边摇滚 一边化妆 我真的愿意为他直播 他化到最嗨的时候 我肯定会在旁边大喊说 所有大爷大妈们 不要玩手机了 晃起来晃起来 那些女生 别玩手机了 真正的魔鬼 在这里啊 梁龙老师 你的歌真的是不太火 你看人家宝石 一写歌 就写出了一首神曲 你知道神曲怎么写吗 我总结了一下 有三点 大家注意咯 第一点 一定要真实 第二点 一定要接地气 第三点 一定要有 左手跟右手 比如说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火了吧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也火了吧 你都叫二手玫瑰了 为什么你不可以 做一个 来左手跟我一起画梁龙 右手画一只口红 这样写早就火了 有很多人讨论我 是不是带货第一人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粉丝 是不是因为李佳琪的推荐 少踩了梁龙脸上 那么大的坑 少花了二手玫瑰 门票 那么多的冤枉钱 少上了 无心买保养品 那么多的档 对我来说 我努力了 我负责了 就好了 是不是第一人 真的需要在乎吗 无心当年也在乎 自己是不是快本一戒 十年过去了 在乎有用吗 我觉得在乎真的有用 前段时间我直播卖不沾锅 不沾锅当时就沾锅了 场面一度的尴尬 导致很多人怀疑是锅的问题 其实那款锅 我们在直播之前 已经使用过五个多月 反复测试过 锅没有问题 直播当天的新锅 确实是没有按照说明书 开锅导致的 在此向大家声明 这个锅不是锅的锅 是我的锅 我让这个锅背锅了 大锅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更加努力 以最真的方式推荐产品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沾就是沾 即使沾锅 我也要把它表现出来 万一有人想买沾锅呢 很多人觉得 我莫名其妙就成功了 其实我真的 默默无闻地做了三年直播 那个时候 我一样很努力 有些人也想做主播 但是做了一个月 没有赚到钱 就放弃了 我想告诉大家 努力是绝对有用的 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 随随便便做一个事情 就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跟你一起竞争 你不努力 你怎么抢到 李佳琪推荐的产品啊 我和我的团队 一定会更加努力 更加严谨 我会成为 更值得你们信赖的魔鬼 谢谢大家 我是李佳琪